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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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告诉他女士 我们很违陷地告诉你 你的孩子不会很快阅读 因为他的大脑有一点问题 我对他说 女士 你相信上帝的全能吗 他说是的 我问他是否愿意信靠上帝 他说是的 但他告诉我 我不希望孩子外在同一所学校 因为他会两次上同一堂课 也许他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我说不 不在这所学校 我会亲自负责 确保这个孩子 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其他人支援他的情况 并可以说明他 原来如此 然后他同意了 然后孩子又上小学一年吸了 我向你保证 在学年开始的时候 在他的第二个CP期间 孩子说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他是 他总是准备好能够求婚 有时我不得不告诉他 给别人一个说话的机会 他很高兴 所以问题终于解决了 我认为这是因为上帝 因为上帝的全能